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將來如果有第二個銀河系 或者第二個星體撞到我們的銀河系 那我們怎麼辦呢? 其實這件事是發生過的 我會說 其實我們自己的銀河系 應該是跟其他東西撞過的 其中一個 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就是我們的銀河旁邊有一兩個比較細小的一堆星雲 它可以本身是一個微小的銀河仔 那個就是戴小默哲倫星雲 現在基本上大小默哲倫星雲那堆東西 都是圍繞著我們 伴隨了我們銀河身邊 但其實我們有人會說 其實這堆大小默哲倫星雲 出來的東西不規則 其實原本它都是一個很靚靚仔仔 一個圓碟形狀的東西來的 不過就跟我們的銀河是撞了 搞亂了 大家看到銀河撞銀河 別想到那麼誇張 一定是什麼大爆炸的東西 其實實際上可能大家很多東西 就是擦身而過 就好像兩塊雲去撞在一起的樣子 你不會看到兩塊雲撞在一起爆了 但是你看到就在那裡撈來撈去 撈來撈去 撈來撈去的樣子 仙女座船窩星系這樣 它離開我們的距離 聽起來很遠 但是有些數字可以比較一下 就250萬光年 如果我們銀河是以內的東西 通常是幾萬光年的東西 我們就會說我們的銀河的直徑就10萬光年 然後這個仙女座星系就大一些的 16萬光年 然後他們兩者之間的距離 如果由我們地球去撈去 就250萬光年 你可以想像 如果兩個自己的大小單位是1和1.6的話 他們兩個之間的距離就是25 這樣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但是如果你說除了這個之外 再其他的銀河就再遠一點了 就上到以百光年計 這樣 不是百 以這個250萬再乘多幾十倍這樣 我們甚至乎會說 其實只要足夠久的時間 我們和這個仙女座星是會遇上的 甚至乎會撞上的 但是究竟要多久呢 就沒有一個很確切的數字說得到 都是一些天文數字的時間來的 因為我們足夠近 互相感受到大家的萬有引力是不奇怪的 所以有人就說 我們應該是未碰到 但是遲下都會碰到的了 這樣 那怎麼計算呢 現在譬如說 距離都叫遠了 那是我們慢慢地動 慢慢地撞過去 還是還是 一到這段時間 會吸引這兩個銀河會將會吸引的 其實現在看到的趨勢好像緩慢地 大家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的 到了近的時候 究竟是正面撞 還是擦身而過 互相繞圈呢 現在就不知道的 撞的時候 究竟那個平面是大家怎麼撞的呢 這裏就只有一些模擬的 去做一些電腦的模擬去做得到 在我們一向的概念來講 我們的銀河和這個仙女座的銀河 就是你有你 我有我的 暫時 大家就不碰到的 但是在這個星期的新聞 我都覺得挺標題黨的新聞 但是我覺得值得跟大家看一下 因為後面有一些挺有趣的研究可以跟大家去介紹 他就說 其實我們現在可能已經碰住了這個仙女座星系 那台長你會怎麼理解呢? 碰住了有很多種不同的理解 明明我們現在較遠的嘛 是不是? 那你將我們的銀河系 或者它的銀河系的定義擴闊 那就碰到了 是啊 其實這裡很多時候玩有些很壞的 所以為什麼會說標題黨有些文字遊戲呢? 我們究竟怎樣去定義這個銀河的大小 以及這個仙女座星系的大小呢? 我們不小心很多時候就是由我們的望遠鏡 或者由我們那些 比如你說哈佛這些望遠鏡 它是看可見光的光譜的 我們就由這個可見光那裡看 就看一下那些發出可見光的東西的範圍究竟有多大? 有些東西可能它都是發出可見光 但是它的量很少 但是我們所以找一個人造衛星就可以看到它發出可見光的東西 原來有這個範圍是這裡可以看到的 那我們就跨了一個範圍在這裡了 就是說呢 換言之 如果有一些在外面的東西 有一些暗一些 但是都發出可見光的東西 但是我們因為那個光太弱看不到呢? 我們就當了它 就在那個星體結構的外面了 那原來我們沒有什麼一個很... 就是我們以為自己有個很嚴謹的定義看到的東西 因為我們是由我們的觀感的眼睛來看到 這裡發光的就是這裡這麼多 就是這棵 於是就這樣定義了它的大小 由這裡我們定義 剛才說的十萬光年我們的銀河 還有仙女座星系是十六萬光年 我們基本上是由數星星去看出來的 那現在呢 其實隨著我們的科技進步 我也知道 我們不只是看可見光的東西 我們譬如用James Webb這些望遠鏡 或者另外還有一個 這次他們這個項目就是用一個guide 是一個guide的這個項目 用他們那些望遠鏡 又是看一些紅外線頻譜的東西 那我記得我上次去提這個guide的項目 就是專門用來全天候追蹤我們自己的銀河系裡面的星是怎麼走的 它那個rotation curve 譬如說它究竟圍繞這個銀河中心走的幾快幾慢呢 它是給了一個暫時這麼多種儀器之中 它是最準確度到它那個速度的 就是這些星體行進速度的一個儀器 甚至乎那個人就說 結論了就是說我們似乎呢 就不需要假設這麼多的暗物質的 可以假設小一點 那就是由這個guide這個項目那裡給出來的 那這次它又給了一個很有趣的觀察 就是說它專門追蹤這個M31仙女座星是它的外圍那些東西 就發覺呢 如果我們願意放遠一點的眼光呢 原來我們找得到更加多一些原來都是圍繞著仙女座星是轉的東西 而是我們傳統看以為它在那個仙女座範圍以外的那些東西來的 就是說我們看到發光的那個碟是這麼大 但是現在看到原來還有五、六、七倍更大的範圍呢 這些東西都是圍繞著這個仙女座星是轉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想了 我們以為它十六萬光年 原來它還擴大多五、六倍 那就是說可能你可以將它吹到整個大小是八十萬光年 可能是 或者少一些你說是五十至八十萬不等 我們的銀行應該都有類似的情況的 我們以為自己十萬可能原來都可以去到四、五十萬 那如果大家的有效的半徑都可以拉長的時候 就是說原本我們畫個圈 兩個點就隔很遠 但是原來我們兩個圈畫大一點的時候 兩個圈和兩個圈的距離 大家的邊緣之間的距離可能很近而已 甚至乎我們有合理的懷疑就是說 現在我們追蹤到原來發現更加多圍繞著它轉的東西 原來不止的 當我們未來這個Gaia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項目 能夠追蹤到更加精確 更加信號弱的東西 原來都確認到它的軌跡 原來還是圍繞著某一個星系去轉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整個範圍是會帶到一個地步呢 會不會其實原來我們可以說就是 基本上我們的銀河和隔離先女座銀河的邊邊是碰著的呢? 原來就是中間有個位置可能大家都不是圍繞著任何一個轉 但是只要離開那個位置一點點就很明顯看到 就是一個圍繞著銀河系轉 一個圍繞著旁邊的先女座星系轉呢? 會不會這樣發生呢? 其實就是有權這樣說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個標題就會說 會不會其實我們現在的銀河系已經碰著了這個先女座星系了? 就是來自這個這樣的說法了 那整個銀河系的定義是不是說在一個中心點裡 不知道是什麼理由呢? 或者在一些物理學上的理由 就是有一些星體或者一塊東西圍繞著這個中心點去轉? 以前我們純粹就是我們看到那堆東西 發光那堆東西 我們不小心就用這個定義的 現在就是我們看到我們儀器看到的東西越來越多 我們怎麼去再定義呢? 同樣的困擾在太陽系那裡更加嚴重 我們以往就會覺得 我們總之找到所有圍如太陽轉的都是太陽系的了 但是後來不是的 發覺原來有很多很小的外面很遠很遠的東西 原來都圍繞著太陽轉 而且它的性質跟我們看到 我們自己八大行星的性質那些東西又很不同的 所以如果講到這個我們認為傳統的太陽系概念呢 不要說八大可能是以前舊稱叫做九大行星的概念 就是說由古八大範圍以內我們叫做太陽系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講的我們就說了 在八大行星以外外面圍繞著古八大 古八大都屬於太陽系 然後再外面有個叫做阿爾特雲那些東西算不算呢? 有人說都會是 但是現在就是說阿爾特雲具體的狀態是怎樣呢? 我們還沒有很清楚 所以就是說就算你以為它那裡有東西也好 我們都不承認它 其實很多時候你要是有個觀測 很實實在在在觀測到的物體 你確認到那裡是有些東西 又真是很有系統地圍繞著你去轉的時候 你就改定義了 於是 我現在就會說了 我們所謂銀行系的定義 會不會隨著我們觀察到更加多的東西 未來會再去改呢? 那我會持開放態度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譬如說那些銀行系真的撞的時候 就是大家互相去吸引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很激烈的情況產生? 我們就看過很多天空上面有些不規則的星雲 其實就是兩個銀河撞的結果來的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在裡面找到一些 來自A銀河和B銀河有兩顆星是頭撞過來的呢? 你不可以說沒有 但是你會不會有真的觀測證據那裡看過這件事情呢? 而且如果你真的就算是兩個太陽對撞 都不要將它想成為一個這麼大件事 這麼激烈的天文事件 因為更加激烈的天文事件 是兩個黑洞撞在一起的 那這個有啊? 是的 這個就可以由我們 因為它激烈到一個地步 是由我們的重力波觀察儀那裡 可以拿到那個信號回來的 所以這些天文事件才是更加大的 另外甚至乎你超新星爆發出來的信號 也都已經是大的了 所以你說要去追尋兩個 好像我們普通太陽的東西撞在一起 最後出來有什麼信號呢? 我會說因為它不夠激烈 所以我相信它會是有的 但是會不會落到 去我們那個天文學家的視野裡 去測到這些事件下來呢? 那反而沒有什麼這些消息的 是的 但是它兩個是就是說 去互相吸引的時候 它對狀 是不是它們兩個本身的地心吸力的作用呢? 是的 只能是萬有引力 去令到它們這樣吸引在一起而已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那我們可不可以理解 其實那個大家的銀行 與銀行的距離之間的距離呢? 不是說這個才能去追尋我們 甚至是其它銀行其實都是可以很接近的 可以很接近 而且有時候是可能它們很懸殊的 兩個 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由很多現時 看到那些已經撞到扭了一塊 很不規則形狀的那些這樣的銀行 我們去嘗試去分解就是 它原先是還沒撞之前是怎麼樣的樣子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撞的過程是很緩慢的 它們互相邁向的過程 你想一下 銀河的一端去到另一端都是十幾萬光年的東西 所以原本它由兩頂東西 你見兩頂東西 好像分開 最後混合了 光 即是那段距離都說光都要走十萬年這麼遠的距離 裡面很多東西它走的速度沒有光那麼快的 所以銀河是對撞整個東西 整個發生的過程 肯定不是十萬年那麼少 是以百萬年計 我會說 甚至乎不知道 由它還沒撞到撞到撞到一起撞來撞去 還要不扔不吊那一刻 是以百萬年千萬年計的過程來的 是一樣很慢很慢的東西來的 換言之就是以我們人類的壽命 基本上我們不會看到兩個銀河系撞在一起 你不會當是看日蝕那樣了 可以幾個小時 幾分鐘看完 它那些銀河系就是幾千萬年的過程來的 好了 我們結束下一節就是科學回憶錄 我們 pais上吧 好 好